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我們談判當然是希望說能夠達到這個最嚴格的標準嘛對不對 那你到底是我們我們國人的健康問題 我們國人的健康問題 是國人健康問題受到委屈 還是美國的政治利益接受的那個比較受到委屈 那你要清楚這一點把它說清楚嘛 你一直在變一直在變 沒有沒有變從頭開始都一樣啊 為什麼因為我希望這樣的標準對不對 那我們去談判一定有進有退嘛 大家要互相推一步嘛 那推完了以後那勉強可以接受嘛對不對 那你的你說有進有退 那你到底你是要退什麼要進什麼 不是我報告委員 你看我們現在最後的標準是比美國自己國內的標準還要高對不對 那我們也達到了這個底線 就是我們沒有沒有比這個韓國的這個不好 那你說衛生署長 我們退有沒有買我們沒有有沒有買到比較好的嫩牛肉 我們有沒有買到這樣的牛肉 是我們三十月零以下的還是退到我們得到那個狂牛病不會啊 因為這個所有的東西都是國際動物衛生組織裡面認為是安全的對不對 我們只是希望說好既然社會上有些人有意見這不是全部的人喔 有一些人有意見那我是不是應該達到更好對不對 對這單單我的期望嘛 你在我們衛生室為國人健康把關的這一個區塊 我希望說你在國人健康這一部分啊多做花言然後多做解釋 是讓我們的國人更清楚我們吃的東西是不是我們所有衛生室的團隊是有沒有在為我們國人的健康在做更好的把關 那才是我們的重點是衛生室的重點是在這裡由上往下那你要去跟啊我們各縣市的那個衛生署衛生局去做這樣的傳達的工作 目前H1N1這麼多的問題這麼多的事件我們不急著去發言那你急著去發言的話那你應該更清楚讓我們委員清楚 你們要做的事情一直跟你叮嚀在講這件事情是你們根本就沒有跟我們委員會來來做這樣的那個 報告沒有跟我們委員來做這樣的那個告知害我們委員莫名其妙的白黑狗讓在我們朝野共同的一致就是為了國人的健康來做這樣的把關 這這樣的那個我們在一直在努力的就是國人有沒有吃到危險的那個牛肉那是我們的重點應該是這樣才對啊對不對 對我們要做更多的說明所以我們每一次都盡量而且希望將來所有的衛生局都一起來 做更多的讓民眾 應該把守著我們自己衛生室應該對國人的那個健康要往代往什麼一個方向那才是一個最正確的方向嘛好不好 那你一下子說我們委屈一下子說美國也委屈 那是因為社會上說認為我們委屈我說我們沒有委屈 你就按照你要講的話去講就好了啊 你到底要去照顧美國還是照顧我們國人比較重要 當然國人重要所以我們就講照顧我們的健康重要這樣就好了你幹嘛講說我們誰委屈誰委屈呢 因為社會說我們委屈我說沒有委屈啊 所以大家如果說談判的話當然都是 到最後都是互相當一步啊 如果說都是要照我們的 那就不用談判了那事實上也沒有這樣的談判啊 導致於你看衛生室都棄手了要照顧國人的健康都棄手了 沒有棄手我們的底線都維持住啦這個特別跟委員報告所以我們 沒有棄手我們立委員做的主決意你都不拿來做我們跟我們做這樣的溝通 那你是跟院長報告說你有在跟我們那個委員會已經已經做過溝通了嗎 我有跟執行長報告 那我們的委員會 你讓陳寅來來這樣來說我們只有針對我們國民黨的委員這樣做報告 一定要更多的報告更多的溝通 幹嘛要造成這樣的誤會呢 那你說這個因為那個那個 陳寅超委會這樣講就是 在地方的那個影響會很嚴重的讓民眾的誤導 對不對 所以跟民眾是息息相關的 那我們非常盡忠實 只守在 守著我們國人的健康一直在把關 那導致於這個不清不楚的那個傳言又又又流露到那個 那個我們房間去 所以所以我們舉行了好幾次 記者招待會 不斷的溝通 不斷的說明 我們說不夠 那我們再加強 所以我記得說 市長我們在發言的時候針對國人健康你針對這樣的事件去做發言 其他的事情我希望說你多用跟我們這些委員 你有什麼比較好的政策要來執行 我希望說多跟我們委員來做 有多餘的時間 你多跟我們委員來做互動 來做了解 來做報告 這樣應該是會比較正面的 好不好 我盡力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的衛生議題非常多 那時間有限 但是我覺得應該更努力 那就是我們現在的事件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要跟跟我們委員互相互動的那個頻率 要更高啊 要怎麼去把國人的健康帶往是最好的 最有品質那才是重點啊 對不對 好不好 那市長你剛有在報告說我們國人那 聽你的報告說吃了四兩的牛肉 可能導致於那個 發病的機率就比較低 那你你知道四兩牛肉到底是幾盎司 大概是四盎司 也就是說那個 那個是請國會院來做的一個研究 就是假設 從生下來開始一直到八十歲 每天吃 那這樣 你知道我們平常 那那學長 如果我們平常在吃牛肉的話 那我們去叫了一克 一克牛肉有四盎司的嗎 都是八盎司 九盎司 十六盎司 十二盎司 都是這麼多的那個盎司 是委員我剛剛講的是說每天吃 因為 這個 不會每天吃嘛對不對 而且 我講的那個 那個估算 他是 他是 連三十月以上的都在內 就是說所有 你不管說我們每天吃還是怎麼樣啊 那你這樣吃你說一個四盎司 你說那個 那個四盎司 我們不要吃過四兩 我們不要吃過超過四兩 什麼人在吃牛肉的 哪有可能說吃 不要超過四兩 哪有這個gas 那如果超過四兩 那像八盎司 就超過四兩 對啊 那發病的你說兩倍 兩倍那發病的機率就多出來 可是我們都知道我是用這個 八十年來算的 而且呢是 用那個三十月齡以上 就說所有OIE認為安全的 通通 算在裡面 所以已經把它擴大風險了 擴大好多倍的風險 這樣來算 那你也要 那你擴大很多 很多倍的風險去算 那你也要說我們吃的東西 也要是用實際的那個標準去看啊 對不對 對 這樣才是標準的啊 我們再叫他再請國委員再算 那有可能說只有吃那個 你說四兩怎麼有那麼少的東西 我們人在吃東西 怎麼有那麼少的東西 但是我們也沒人吃八十年 我們可以再用那個 用這個八盎司 那也不能講說我們沒吃的話 就這樣得病的機率就不高啊 那我們跟那個 我們到底 那個我們副市長到底去簽了 這樣的那個條款 那簽回來的 有沒有辦法再更改 報告委員 這個一定書按照一般的這種作業 簽了以後 他就就有這樣的一個效力 那這樣那個開放內障事 這樣是確定了是不是 呃 那個內障還有那個骨髓還有腦還有眼睛還有角落這一部分 我們可以不可以用附帶條件這邊的那個條款 去再做這樣的那個耶穌呢 那這個的問題 應該是屬於 這樣的補救呢 談判的範圍 這個就變成是要 再重啟談判 那這個是一個 非常 大的一件事情 那市長 那副市長都這樣講了 那內容都確定了 因為我們 那你要怎麼去補救 那你要怎麼去補救 不是因為我們監守了底線了 這兩國合約 我們監守了底線 那比這個底線 呃如果大家不滿意 那那如果要重新開始的話 那這是非常大的事件 這樣子 這個就不是我們衛生署 所能夠 呃這個是兩國的條約 這樣子 跟委員報告 但是我剛剛一再的報告 我們是依照OIE 而且我們監守底線 那我們是不是希望更好 我跟各位委員一樣嗎 我們 呃還希望說更加嚴格 可是這個在國際上都是認為是安全的 那你你一直講說對那個國際上是安全的 那我們比 那個韓國 歐美的規格都比較 我們都你都講說這樣的那個規格 那萬一那你簽的那個條 你你簽的那個條款裡面 嗯就是那那已經都在那那裡面了 是 那你這樣到底是 我們的那個標準到底是在哪裡啊 這標準就是 呃完全合乎OIE以外 而且呢是比照韓國的標準 韓國的標準都是比 這歐洲的標準 比美國自己民眾的實用的標準還要高嘛 市長你剛才講了 褲腳市政 褲腳市政是真的是那個那個火燒不死 那個火燒不掉 沒辦法去給他破壞 什麼人沒辦法去給他破壞 啊那如果他還跟我們的職務 還是跟我們人家 為我們台灣來 我們就去挖掘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剛剛已經報告過了嘛 說美國 做這樣這樣這樣的 管控 所以OIE說好 這個是合乎 這個OIE的標準 那麼他從這個19 97年到現在 早就不用那樣的飼料 不用那樣的眷養 這已經經過了12年 而且這當中的就沒有再發生 牛的 這個BSE 那美國也沒有人的 這個 所謂的這個 新褲甲氏症 都沒有啊 所以我們才用這個去計算他的風險 我們昨天在那個TBSE 看到我們的專家在批評 讓我們國人得到這一個那個狀況的頻率 是高出兩倍的 沒有 那個是傳統的 這個 褲甲氏症 那我們也沒辦法去 我們對這個那個普世蛋白 我們也沒辦法去做檢驗 我們國人 我們國內可以做這樣的檢驗嗎 有這個能力嗎 我請啊 請我們的 你先告訴我說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來做這個檢驗的工作 這個檢驗是在 農委會主管的我們是請那個 我們局長啊 來做個報告 好不好 我們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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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有這個檢驗的那個能力 我們要怎麼去預防這樣的檢驗的那個結果呢 請許區長 許區長 來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 確實 因為我們是 世界動物先生主廚的一員啦 那從這個世界有 你跟我報告你跟我講說時間有限你跟我講說我們有這個檢驗的能力嗎 是的現在我們國內有這個檢驗的能力嗎 是的我們現在就在做我們國內的所有流資的這個 這個必要的這些監測是有在定期在做一年 你在監測你有沒有這個檢驗你就告訴我有沒有這個檢驗的能力呀 是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啊 是 我們要對國人來負責的啊 是 對國人的健康來把關的啊 是 好 好那那你就如果說有這個能力做的話你就那個整個那個那個資料給我們好不好 是的 那署長 那我還是在叮嚀一下 現在目前 而且萬恩萬 那也一直在 極速的那個在串起 那我也希望說你在這個部分的話你為國人的安全健康把關 我希望說你針對健康的問題去做發言 好不好 可以害到我們 害到我們的程度是怎麼樣一回事 沒有你發言的那個那個機會那個沒有你發言的那個空間的話 不是相關那個健康衛生的議題 你就不要去講可以嗎 可以 屬長可以嗎 是的 好不好 都是衛生的問題 不是衛生問題我就沒有發言了 好 我一定遵照你的這個交代 好 謝謝屬長 我也那個 H1N1的我們也是 這個這個 全力以赴啊 嚴謹來 來管理 你就這個 H1N1快點 讓我們國人的安心定下心來 那才是重點啊 是 那國人的那個牛肉是怎麼吃才會健康 那才是重點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鄭如瑋瑩 那個